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我要繼續玩一下 我們的臭敬姆特貓 & 獅子之旅啦 那今天就來看一下 上一次看到黑熊大戰 獅子獸嘛 那終於是看到那個局面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接下來關卡是甚麼 這邊エフトファイト好像是那個... 強貓吧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The Top Dream Universe 你們看一下影片是甚麼東西 那一樣派出我們的獅子獸 & 獅子獅子獅子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會遇到 怎樣恐怖的敵人喔 來 看這個地形感覺有可能是那個耶 就是那個甚麼漩渦吧 對不對 這邊先出現的是... Oh my god 是我們的鋼鐵犀牛 那鋼鐵犀牛這邊的話好險我們有那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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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鐵犀牛再加噁心貓阿 這組合好像有點麻煩喔 不過沒關係 先派出獅子獅 獅子獅登場然後趕快把盾牌架起來 然後再放我們的猫河宇宙 應該是... 應該...就... 可以吧 看到獅子獅能不能順利地把那個... 哇哇哇哇 Reno Re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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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蜥蜴腳 鋼蜥蜴腳有點狂诶 真的有點狂 我看一下現在有沒有那個 我不知道這個版本是這樣诶 我不知道有沒有那個 crazy cat可以打 因為我們這支帳號好像還沒有 打各種crazy cat 好像應該是沒有 那看來這關可能要先用抽筋母特貓來打一波了喔 因為我們剛吸一腳在配噁心貓 這個陣型好像有點噁心 這不是一個優秀陣型 這個剛吸一腳真低要求 終點是我們這邊的貓河宇宙直接被噁心貓的波動 直接弄死了 那就沒門啦 沒主可以玩了 有機會嗎 不行欸 我覺得這邊沒有扛波動的就完了 啊 看沒了 好吧 去吧 輕鬆解決 那看來接下來這關好像都是狂亂生物來襲是不是 因為第一關這邊是戰鬥貓啦 好像是戰鬥貓還是牆貓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那個好不好 噁心貓 但噁心貓這邊沒辦法 原因是因為他還配了一隻鋼吸一腳啊 這個配了鋼吸一腳真的是蠻噁心的 這是什麼 黑色噴噴跟紅色五尾熊是不是 這個不知道扛不扛得住欸 我想要看一下死以獸老師啦 給點機會好不好 給個機會 噴老師 噴老師 哇 還沒辦法 好啦 掰掰 沒辦法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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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又是打不了了波動我 打不了了波動鳥鳥 而且他還是 這次一定要貓河宇宙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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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姆有抽到了嗎 對喔 這次戰鬥沒辦法抽角色喔 加油阿 孟姆宇宙 破一下 完了 完了完了 欸 這關不好搞了喔 因為孟姆宇宙這邊 沒辦法過去欸 死定 孟姆宇宙 孟姆宇宇宙 對阿 這個波動 動到會死 而且我們現在要沒有戰鬥無貓 因為我們是戰鬥沒辦法抽角色阿 完了 大危機 大危機 這隻 已經20等了 牠沒辦法再更高了 除非再增加血量嗎 這個嗎 Walker Cat Stave Level Mast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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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欸 這邊好像都是那個什麼 加那個潛潛的 哇 還是我們可以玩斬盾炮 這個有加碼多多的工作坊嗎 難道我們現在只能玩斬盾炮沒 各位 有機會嗎 用斬盾炮應該可以破牠們盾吧 有有有 這邊可以欸 我覺得應該要研究斬盾炮了 怎麼看 整個用斬盾炮來破牠們盾了喔 不然真的是蠻麻煩的 看來 我要試一下來好好弄這些 這個了 好好來弄一下加碼多多了 不然我們這個後面關卡有點麻煩喔 這個貓河宇宙疊不起來欸 因為牠的那個 牠的那個什麼 哇 這有點尷尬 我覺得這是大危機欸 你知道嗎 抽雞姆特貓最害怕的東西 好不好 就是保護護盾 那真的是沒門 保護護盾沒門啦 還是我們現在先趕快打完 牠們就出不來了 哇哇哇哇哇 不是 這關是什麼東西 牠有小紅帽啊 哇 死定了 完了 這關大概是大危機喔 又卡了又卡了 而且牠還有一隻施以獸欸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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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這個大嘴鳥的這個破洞好像很屌欸 很強的那個 哇 三隻了 三隻我覺得應該是沒門了 哇 大危機啊 我覺得這個系列的大危機都是那個無法破盾 你知道嗎 最可憐的 沒辦法破盾是最可憐的一件事情 不過這關的話 基本上如果有角色可以扛住破洞的話 就還行 有什麼角色是可以扛住 可以抵消破洞的啊 我們這隻好像沒有機器貓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隻什麼都沒辦法抽啊 完了 武特貓大危機 又是打不爆的護盾啊 各位 武特貓大危機 你看 出再多隻都沒用 沒有破盾角啊 這個系列 這可能真的就是要 好像真的沒有齁 後面有一些能夠拿的角色好像也真的沒有那種 就可以直接破盾 就只能先等到我們那個斬盾砲用好了吧 真的要等斬盾砲了 哇 你看 我們那個 變性直接被這個弄死了 頭牆鐵壁大嘴鳥 這沒辦法 這死以獸開舔也沒用了 好啦 那這個應該是沒解了 沒解了 好不好 目前來說 因為我們這隻帳號是無法去抽角色的 然後原本破護盾的角色的話就是我們這個貓河宇宙 但是貓河宇宙的話會不會這個波動弄死 他如果不會被波動弄死的話那就還好 但是他這邊的話會被弄死就沒辦法 除非我們現在有什麼角色是可以抵消波動的齁 但是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好 那就沒了 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這隻帳號的角色也是很少啦 就是沒有像我們其他隻這麼多 因為我們沒有太多一些可以運用的東西喔 你看Special貓這邊的話就是這些 還是 這裡面有哪些角色是可以破盾或是擋傷害的嗎 有嗎 有的話 就把牠埋起來吧 我不知道欸 應該是沒有啦 好不好 哇 尷尬了 沒了沒了 各位 沒了沒了 原本想說貓河宇宙應該還可以再躺個幾回吧 結果沒想到直接遇到了這個大嘴鳥 看來牠才是我們這個抽筋母特貓的真正剋星 好不好 真正剋星 真的欸 真的沒辦法 那如果大家找到一個破口或是你們覺得 哪一些角色也是可以這樣使用的話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因為這隻帳號比較可惜的就是因為 牠的版本過舊啦 所以牠沒辦法抽卡池 那沒辦法抽卡池的話其實 像抗破洞的角色阿 或是我們一些就是那個 能夠那個破盾的角色就是永遠都拿不到 永遠都拿不到 所以就 比較可惜一點點 但是也是滿有挑戰性的啦 現在的話基本上這隻帳號的話 應該會先努力去研究那個吧 先把斬盾砲那些用出來吧 我們大概只能靠 只能靠斬盾砲來破盾了吧 只能靠斬盾砲來破盾了 要不然這真的沒有辦法 貓砲真的要研究一下喔 所以這幾天我應該會先努力的來研究一下 但是因為他做這個他必須要這些材料喔 哇 我們也沒材料對不對 還是可以買材料 欸 我看一下喔 商店可以直接買羽毛那些的嗎 這什麼 這應該是薄荷那些的吧 好像也沒有欸 圖片都一模一樣 好啦 這邊我覺得 偏慘偏慘 但是我們可以用貓力打來加速之類的 好不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再看一下接下來該怎麼辦 好不好 或是大家也有一些突破口的方法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民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請來見囉 大家 掰掰啦